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午10点刘国梁彻底忍无可忍 国平第三位天才招出名 太狠了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阿三坎球 我是阿三 在视频开始前辛苦大家常按下底下的关注和点赞按钮 让阿三的视频给更多的朋友可以看到 谢谢大家 本期视频再说一下最近的刘国梁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 我们知道那么在打完全运会 包括拼操联赛之后 国平的现在也正在紧张 紧密锣鼓的去进行一个 视频赛的一个备赛 毕竟对于国平而言 那么除了奥运会之后 那么这一次的视频赛呢 也是本年度的最重要的一场国际大赛 所以其实对整个国平上下而言呢 也必须严正以待来争取在这个项目当中的拿到一个好的成绩 而在此前我们也看到了 其实国平这边呢 也是宣布了集训的大名单当中 但是从这一份名单当中 我们并没有看到一个19岁的天才球员 这个天才球员就是黄隐奇 在此前呢 他也是遭受了一些内讧的一个传闻 那在最近呢 并没有出现在这份大名单当中 而从目前来看 我们也知道了 这份名单呢 相当于这个近两年的一个奥运集训 包括接下来的视频赛集训 如果说不出现在这份名单当中 其实呢 变相相当于刘国梁已经把这个球员给除名了 毕竟我们也知道了 其实这份名单当中啊 不仅仅是国平的主力 其实除了国家一队的主力之外呢 包括二队的主力也都在里面 所以现在黄隐奇没有出现在里面的话 实际上呢 他已经被从这个国家队当中去除名了 可以说他这样的一个结果呢 真的是相当较高的 而我们回顾之前的一个争议啊 其实发现了黄隐奇这一次被除名的话 其实也是不冤枉 因为在此前的全运会当中 我们看到了黄隐奇和林高远搭档去参加比赛 但在比赛过程当中呢 他们两个人搭档也是接连输掉的个比赛 那么在赛后呢 他觉得林高远并没有尽全力 所以在社交平台呢 也是接二连三的发文呢 仪式去内涵这个搭档 包括后来林高远和樊正东打单打的比赛并且惨败呢 他也说啊天道好轮回等等之类的 非常难听的话 所以居于这样的一个糟糕的一个态度 包括恶劣的一个行径呢 也让刘国良这边呢 是非常的生气 所以我们看到最近的集训大名单出来之后呢 刘国良也是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 彻底忍无可忍 对这样一个19岁的天才呢 进行一个除名的一个处理 而我值得注意的是 那么这一次呢 他被除名的话 也是继这个方博 还有王楚清之后呢 第三个被除名的天才冠军 所以啊 其实对刘国来来说呢 他也真的是对这种行为是零容忍的 那么球员呢 你可以输掉比赛 但是你不可以军众 不可以不军众裁判 不可以不军众自己的对手 尤其是自己的一个队友 如果说你连这点球品都做不好的话 那么根本不奢望你能够在国际大赛当中呢 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那毕竟呢 做事先做人 如果说连做人都不懂得的话 那么其实呢 你这个人能够取得多大的成绩 也非常有限 所以其实对黄颖琪来说 那么这一次的一个除名呢 也是一个重大的教训 对他而言19岁 那么这么年轻的年纪就已经遭到了这样的一个重罚的话 可能对他接下来的职业生涯 也会是一个重大的打击 但总归来说 那么这一次的一个苦头 也是他吃逃苦气 苦吃 我觉得对他而言 接下来也确实应该好好去反思一下 那么自己到底错在哪里的 好了 本期的阿三砍球就来到这里 喜欢阿三的 记得点赞 关注 评论 分享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 拜拜 拜拜